欢迎收看这期游戏时光 咱们今天来玩的游戏的名字叫做智怪者 是预计将于8月26号发售的一个 应该是国产的吧 一个类似于卡牌解谜的游戏 然后我是收到了官方的邀请 他提前把这个游戏给我 然后让我帮他们做视频 我也是同意了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游戏 它的品质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个人对这种怎么说呢 解谜游戏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但是有时候的时候一说是国产游戏 我预期先降一半 我并没有一个特别高的预期 然后它这里面现在是有这么六个剧本 说是之前说是测试版有四个吧 正式版有六个 我现在这个已经是正式版了 但是这期视频发布的时候 游戏可能还没有正式发售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正式版里面 是吧 和之前测试版有什么不同 或者说是来看一看 就是是否值得你入手 是吧 我们就来玩这个简单的这个二十分钟这个本 我现在我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那种跑团类的游戏 但后来我又看见它这个可以用卡牌呀 有好多卡牌 所以我现在也不是没确定啊 因为我自己没提前玩过 欢迎你新同志 前言 我们收到一封匿名传真 借酒协会成员资料 叫席格卡尔松 现年55岁 传真声称有个流浪汉患上了狂梦症 而有人非法潜入了他的梦境 狂梦症是什么呀 这个患者名叫席格卡尔松 曾经是个纯补公司老板 现在则是个沉迷酒精的罪魁 发生了什么呢 为什么沉迷酒精 你的任务就是将他从狂梦中拯救出来 这个人的症状并不严重 轻松应对便可 我们在晚上的欢迎会上再见 我们要从他的狂梦中把它拯救出来 一说到这个梦 最近无期迷途妙梦泡影活动复刻上线 一会别人说了 你到底是在给哪个游戏打广告 这两个游戏都没给我钱 我先说明都没给我钱 人说这个图穷比线 但我一会说了 你这个燕国地图是不是有点短 你需要深入调查 找到引起噩梦的原因 让我们来调查一下 我们就是一个调查员 他说很多地方都要揉骰子 比如说结束是什么意思 结束推进至总数时调查将强制终止 是不是回合数 每个游戏结束时推进差点结束 结束等于调查员数量 这个游戏好像最多是可以四个人连击玩 我就是玩一个单人的 单人玩应该也可以 调查点 鼠标左键点击场景中的原型图标 可以进行相应的调查交互 看一下 是什么 好像这个房间里没什么可以交互的 动若关火 投入这个检定时 本卡提供的检定值加2 每次限定一张 我能用吗 我能直接用吗 不能 然后我可以直接回合结束 但我不 你拧了你们把 锁舌发出的刺耳咔咔声提醒你 打开他需要一把与之匹配的钥匙 但我并没有钥匙 所以我需要搜索一下 对不对 我估计这个20分钟的关应该是累偏教程的吧 因为他这个游戏没有任何教程啊 上来 一位少女从漩涡中走出 黑色的短裙和披肩 让那头金发格外耀眼 枪杀打扰着你 似乎对你的出现不甚满意 你是谁 在这做什么 在问别人的名字之前 难道不应该先自我介绍 不过他这竟然一直有配音的 我是没想到的 你也管不着我在这里做什么 我就忘记忘官方的游戏卖多少钱了 不如多关心一下你的病 有兴趣的可以去steam查看一下卖多少钱 我现在不知道这游戏价格 可怜的家伙被狂梦盯上了 他所生无几的理智 马上就要被彻底吞噬 而你却在这里 连门都处不住 你就是来挖苦我的吗 能不能有点正事啊 我可以在玩完之后 给这个游戏一个大致的估价 是吧 这是对于我 玩几年游戏的经验 给他一个估价 看看到时候跟这个steam 售价是不是相符 意识导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设定啊 多数时候梦境还算讲理 当你看到一扇门 多半也能找到他的钥匙 对狂梦患者来说 情况则有一些小小的不同 狂梦会具象化梦主的负面情绪 千奇百怪的梦眼会占领意识导 将梦主牢牢困住 在快餐文化所赐 现在的人们 想象出的噩梦 可是一天比一天更糟糕 行 所以你要做的 就是保护梦主的安全 找到他潜意识里的避风港 当然 前提是你能离开这个房子 我懂了 你就是派蒙 接下来就看你的表演咯 如果害怕的话 就尽情哭喊好了 我们一句话都不说 真是高冷 其实还说了一句话 你是谁 这特效声音还挺大 吓死我了 然后就可以检测仓库门了 门板上布满灰尘 只有把手术被磨的的增量 很幸运 这道门上没有锁 我需要一回合打开它 然后这边的回合数减了 你可以不消耗行动力进入开格 是否确定 然后呢 我进去了吗 这是一个什么视角 杂物箱 就是我已经进去了 是吗 木制的箱体有些老朽 后视的灰尘 证明距离它上一次被打开 已经过去很久了 你推不推箱子 里面传出物体相互碰撞的声音 我可以花两回合搜查 当你的属性值 加上骰子投出的数值 大于等于检定难度的知识 击为检定成功 这跟我最近玩的 那个博多之门三也挺像的 这就是跑团玩法 是不是 我的属性值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 这个侦查应该是4是吧 我的属性值啊 检定难度值 也就是说 我必成功 左键按住手牌 拖入简定界面 可以再按的属性值 绿色简定台 还会触发卡牌描露的额外效果 我就不投了吧 我不是必成功吗 留个牌 这4 就是加上一个1到6的任意数字 它不是六面闪 这是多少面闪啊 这是 不知道 反正肯定能成功啊 箱子很真 费了很大力气才打开它 转着粗细 仔细翻着 最终在一件 船用雨衣的口袋里 找到一把小钥匙和一张小纸条 只要干净平整 看样子保存得很好 上面写着 我爱爸爸 我要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 你兴奋的河上香盖 陈旧的河叶发出一声干涩的惨叫 我们兴奋啥呢 应该是看到了钥匙而兴奋 不是因为看到了这个 我爱爸爸 哎呦 不是这个特效声音为什么这么大呀 我的设置里面 应该是把特效声音关小了的呀 真别逼我 把你这个声音关没吧 然后可以打开背包看一下 有一个传门钥匙 为什么我又需要消耗 行动力了 我进来不消耗行动力 出去要好 好吧 行动力不足 那我只能回合结束了 然后我就推进了结束 相当于过了一截是吗 四周一片寂静 你甚至听到自己心跳声 这个事件暂时没有任何影响 什么 惊吓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迟 还会出现一些事件是吗 看看 横扫 对一个敌人造成三点伤害 对当前隔 其他敌人造成一点伤害 使用奔卡牌 不会触发躲避减定 打开 任务完成第一课 扭曲的船员出现了 那我要召唤我的喷火龙 我没有啊 你可以不消耗行动力进去代格 是否继续确定 跑这么远 那我要使用横扫了 哎呦 有点像那个沙漏金箭塔 尖塔骑兵 改名了是吧 那怪我承受不住你的攻击 重倒在地上 攥着一个东西 是两张报纸 七人患难 近日 白令海发生一些海难 卡尔松船舶公司的 鹦鹉罗号捕蟹船 偏离原地航线 这卡尔松船舶公司 是不是刚才那个 叫卡尔松的人的公司 他是不是老板 船公家属包围 家属们强烈要求 卡尔松对此事负责 于半年前深陷财务危机 此次事故可能导致 负责人席格 他是负责人 背上天价债务 那他有可能是背上 天价债务之后 还不起了 是吧 震惊 百万富翁 露宿街头 无家可归 在贫民窟被人发现 据助人描述 酒气冲天 完全成了流浪汉 卡尔松公司宣布破产 背负近数百万美金的债务 妻子因癌症离世 终日酗酒 他的儿子艾瑞克 也被社工带走 镇上最冷血的父亲 和最烂的企业家 闷棍 迅捷给予一个敌人瘫痪 还有描述 使用本卡不会出发躲避检定 瘫痪 挑口鞋带者下可可 看看吧 桌上散落着罗纹扑克牌 旁边摆着一只破旧的烟斗 观察烟斗 爸爸的礼物 是他女儿 我为什么默认是女儿 这个就不得不提到 无稀迷途妙梦跳影 算了 没事 我觉得我还是把我这个声音 稍微调小点 稍等一下 我把我的耳机声音拉小了 这样的话 我听到声音就变小了 但我觉得你们听到声音可能没有改变 治标不治本 因为我想起来我是在全屏录屏 如果我这时候切出去 这个 调音量的话 你们就看到我这个桌面上的东西了 我这个有隐私的 不想让你们看见 高强度写枯掉的传言生活下 大量的娱乐调剂 这些数字全是漆 梅花漆 红桃漆 关键线索一登记 出台 尖锅下垫着一张报纸 先不看 日志有什么 关键线索 说明这可能是他的执念 通往轮机式的门 被海水淹没了 我要尽快找出办法 这是鹦鹉罗号结构图 我的知识得到了强化 知识增加了 关键线索会记录在日志中 那我现在有知识了吗 我自豪 这里面好像有个人 对方力量并不强 他是 阻拦着我 不是推开吗 怎么门是打开的 任务完成 寻找梦记 对不起,我承认我是个废人 这就是那个,希格卡尔松 杀了我吧,结束这个荒唐的噩梦 我是来帮助你的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就说我得带他离开是吧,我要是不带他走,还走不了,应该是 带他逃离他的梦境啊,我的任务应该是 看看桌上的礼物 是艾瑞克,是他儿子 带他儿子 行,你自己的船你都不记得密码,你还让我帮你开门 是不是有点太crazy了 进去吧 翻找有用的物品 亲爱的 这是他的妻子吗,看他妻子跟他的关系很好啊 他的妻子这个敏锐的直觉感觉到这批货物非常可疑 可能是 要销赃 他们不是出事了吗,好像是 叉代表喝酒,零代表没有 断了续续的零后面是一连串的叉 显然,做打卡记录的人已经没心思维护这张小指片了 什么,戒酒第一天 然后第二天还是戒酒第一天 一本精装版,孩子两万里 这个应该是他要送给儿子的礼物吧 怎么还有声音这么大,我明明已经声音调小了 穿透我耳膜的这个特效声 制作组能不能看一下我的视频,吸取一下我的建议啊 我明明把声音都拉小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特效声 我没有体力了 但我猜制度都不会看我的视频 巨大回响 破旧的船身突然发出巨大碰撞声 思维什么东西,猛烈抽到埃之后老旧的传播 这个视线暂时没有影响 但是我受到了惊吓 这个紫条是什么呢 哦,知识强化在这呢 知识加一 我这顽强是什么呀 我可以回血 你别跟这扭了 给你配个月好吧 让我们一起摇摆 看看是否发现我百分百成功 为什么写成功率85呢 不是难度是二吗 我还能丢个一大失败吗 这不是成功了吗 为什么这个不是百分百成功啊 侦探小故事 小篇侦探故事 我还以为是什么不能播出的内容呢 因为这种一般什么什么小故事都比较这个是吧 有内涵 大侦探陈超破解惊天大难题 他是叫陈超啊 还是叫陈超破呀 叫超破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太太怪了呀 那我叫超帅 应该是破解惊天大难题啊 根据受害人手表上的时间 散落的暗发现场的卡片 推出保险库密码为0240 暗发现场 为什么会有暗发现场呢 然后这块是6还是9啊 一堆牌 0240 这是一个什么解密啊 将四位数字的每一位与个位数相加后 保留结果的个位数到新的密码 爸爸我是不是个天才 怎么这也有爸爸 这是陈超破说的吗 还是 还是说这其实就是一张 这稚嫩笔记的报纸 就是这就是一个解密的报纸 其实不一定是这个真事啊 可能就是解密玩的 然后这句话应该是写的是 是那个艾瑞克写的吧 算了不搞了 出示烟斗 你现在好点了吗 出示海底2万里 四年一度 四年一度 什么叫四年一度 他的生日是在那个润年吗 就是在2月29号 是不是 因为非润年的那个2月份没有29号 对吧 看看关键信息啊 也许与他们的密码有关 这有可能是都有可能是密码是吗 就是我还要不一定是 那我 我猜是他的生日啊 我猜不是那个报纸上的报纸太明显了 是吧 这个是一个隐藏信息 那我猜是这个 哎 啊还行 这个不对的话 他是不是 他是不耗我这个行动术的 啊 难道是我记错了 啊只能是两次 完了 这个 哎 你看多玩五块钱的 这就是 我一般会跳过这种无聊的问题 打开你的报纸 1351的每一位 加上关键数字9 最后会得出四个结果 取结果的第二位 就是密码 1351的每一位 加上关键数字9 就会得出四个结果 不就是 0 2 4 0吗 对啊 那么 那么 还需要我继续说吗 那我再需要你继续说呢 等着别人把饭味到嘴里 是件危险的事 我想多听你说点话 应该庆幸我是个好人 阿瑞克的生日 台桌上的数字7 然后按照报纸上的公式 去得出你的结果 原来它的解谜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它是0229 然后再加7 啊 它是一个组合解谜 完了 是我想太简单了 它这一个所有的线索 都是为了解决一个场景 它并不是说先让你揣着后面用啊 我以为那些线索是后面要揭示的伏笔 行动力不足我先结束吧 你瞥了眼身边的圆形弦窗 那些海草好像动了 不那不是海草 触手可爱心 那不是应该兴奋吗 怎么还恐惧了呢 啊 看到触手不兴奋 啊你看 你回想起来这边的海报 呜呜呜呜 你看 润年2月29号 0229 并不是啊 0229之后还要再加7 那么 2加7就是9 0加7就是7 诶 0加7 现在我想到了一个某一个up主 0229 你就是799 6 对吧 行 他比我更着急 你急什么急 先让我急 哦呦呦 是什么呀 我靠 三只狂调 是一个瓶子里的张仪 我们还一个潜滚翻翻进来的啊 你早有这神通力不早使 都是幻觉 吓不倒我 哈哈 你可以这么想 但梦境 会欺骗你的每一个细胞 你的大脑 会告诉你 每一次疼痛 都真实存在 倒是确实 我有一个朋友就说他做梦特别真实 在梦里的疼 他都会能觉得疼 好了 我可没时间一直盯着你 我就不会 我在梦里一点感觉都没有 就算我在梦里被 分尸了 我都没有任何感觉 美论结束或触发特殊事件时 会增加结束 行 结束会增加结束 决裂的信号 每个人都消费自己错误买单 你让社工把我带走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 不要妄想 我会原谅你 更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错误 确实 当然说是社工把他儿子带走了 是不是 这是他的回忆里 小时候的儿子 但实际上他儿子已经被带走了 我需要先进入改革 进 杂物的堆 口香的糖 找到啥了 防毒面具 我现在就可以无视毒气了 但是我又 随机移动一格开 哎 又给我移回来了 真真真 真离谱 他这一格 应该是一整个房间的意思啊 我在某一格子里移动的时候 是不消耗这个回合数的 他这移动一格就算我站得很远 估计还会把我打到那房间里去 或者说打到前面的房间里 但是我有防毒的面具啊 鸡似乎可以翻过去 我先不翻 我看看这边有啥 啊 望向的前方 拦路铁 什么 旁边的地上好像丢了什么东西 有吗 我怎么视角不回来呀 看看这是啥 散落的报纸啊 哟 手枪 消耗 不送往棋牌队 而是从犹豫中移除 那有1 战斗射成1 你的伤害加1 最高2 只能打2点啊 这不是 我就把那鳄鱼给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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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痰痪 还有4点血啊 我要不先 先让他瘫痪 瘫痪了吗 我现在装备上了 但是我打不了他呀 哦 我让他换完之后他就不动了是吧 那我就可以 开门或者是射击铁锁 那刚才那个位置是不是会能找到钥匙 我应该先翻进去看看是吧 获得4点行动力 警官正 执行遭遇检定 如果失败你都不能使用装备行动牌 但我不是B成功 执行遭遇检定 执行遭遇检定 如果失败你都能攻击 那我 来这看看 我似乎可以打开 那我出去行不行 不是 但是我必须 但是他发现我 我就必须得检定啊 我又没有攻击手段 可以打 你早说呀 打 直接打死 或者正义怒吼 距离1以内所有电话员英勇乘2 不屈 什么意思 每层是下一次伤害加1 不屈免一下次伤害 哎呦 你把钥匙从鳄鱼嘴里 你和着你叼着钥匙 还好把他打死了 精密的仪器 电路图 修复电路系统 哎呦 小姐的密 我非常擅长这个小姐密 所以说他应该是根本难过到我 等一下 我擅长吗 哎 你看我擅长 结果论 你成功修好这台老旧的设备 电子监控可以打开 你看吗 监视器 他是往上爬了什么 骗纸条 格雷斯卡尔松夫人因肺癌晚期 于7月15日在家中逝世 年中年36岁 格雷斯对不起 我以为一切尽在掌握 却不然在这恶魔的陷阱 半年前艾瑞克被社工带走 昨天他偷偷地从福利院里跑出来 那么远的路下去找到我 我不能再拖累他 他一开始的眼神让我心如刀割 就是父亲现在欠债了是吧 他是没跟儿子说 为什么不说呢 我行动力不足了 什么 滑倒了 真没排面 堂堂调查员 会因为水 水水水水 水让你滑倒 就其实我们也可以忙过去 判定一个躲避检定把这个所打开直接就过去了 对不对 但是可能就不就是不能知道这个西哥的动向 神经学的报纸 艾瑞克卡尔松的新文章指出梦境世界幻梦海可能是真实存在的空间 狂梦症的集体发作也许是某种力量对幻梦海产生的影响 这对之前学界广泛认为的坏梦海只是一种学识假说形成了颠覆 我不是知道爬梯子了吗 为什么我还要选择左侧路线 哦 这是有三条路线 都有脚印吗 那我再看一下吧 是能看这个灯的 这个灯应该是一个明显的标志 但我反正都能看这个灯啊 你看 但是这两个灯是颜色不一样吗 但我觉得是这个环境光的原因 你看 其实颜色是一样的 都是黄色 只不过会被环境光渲染的像是蓝色一样 我再看一眼 怎么个事我看看怎么个事 啊 也就是说选择有脚印的那一条 对吧 两个条件 中间那条没有任何脚印 所以不可能中间那一条 然后再结合这个灯 应该就是这一条 对吧 嗯 望向前方 哎呦 一条 哦 小小艾瑞克 这群福利院的人怎么看着不像好人啊 我感觉这个小孩的配音好怪啊 还说这台词写的有问题啊 你忍心让他们带走我吗 这种话是怎么说出来的 当然啊 这是希格的梦境 说不定在他的梦里 确实是就是他儿子对他的质问 但是我也不知道是这个文案写的问题 还是说这个配音的问题 感觉这个地方好怪啊 这次别再留下遗憾 结合他之前前前这个前面提到的 幻梦海可能是真实存在的空间的话 说不定就是为了引导玩家 让他纠正自己的错误 席格与保安的战斗开始了 三个保安 那么我 警员证 直接获得四点行动力 然后呢 还能对距离异内所有敌人造成两点伤害 那我正正义怒吼 啊是选择啊是抉择 好 行我给他们都吼碎了 这也是在做梦的 完了 这二分钟的本我已经打了快四十分钟了 我觉得是因为我这个太猪逼了 我觉得是因为我这个读文案的缘故 感觉这又快结束了吧 这扇门之后就应该这个关就过了 教堂关嘛 回忆之路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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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我来 对吧 艾瑞克说 你旁边的艾瑞克是谁 你怎么 你竟然 明明是我先来的 这是大艾瑞克是吗 海人的父子协认啊 为了这一刻 我可是茨背过的心啊 不是艾瑞克 你到底是谁 你的儿子确实是个天才 他在幻梦海中的发现 毯得我好像本性天才 可惜他太过枯高的浓荡 耐力 pact 或者目的心 为了定位她的意志 我需要跟她换她 那那个孤僻的宅男 他有人会碰到吗 行 你在你在吗 孤僻的宅男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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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房了 你还有称号 无形者废德男 什么意思 我以为要结束了 结果刚刚开始是吗 可是你们是一伙的 你最好闭上眼睛 与你的精神状况 很难理解将要发生的事 发了发了 我的孩子 不 我以为肉依然我是个人 有没有 水 我以为你 有没有 我以为你 尽敬 啊,席哥的意识 哎呦 想要成为骑手 那我现在就加入美团吧 应该不是啊 什么混沌中立啊 设法击败海怪 神秘的纸条 我只能殊死一搏 电视的鸡 玩具鱼叉 关键线索 你需要发现 关键道具 当你先是这些位置 呼现提示 什么意思 让我看看啊 就是需要找到 这个玩具鱼叉 或者是斧子 你看这边写着用斧子与章鱼血战的故事 尼莫船长 那就 看看我的眼神 诶,这是斧子吗 然后还得找一个鱼叉是吧 哪有鱼叉呀 这真有吗 那我先砍 是卡了呀 减了十点伤害可爱心 看来是得用鱼叉了因为我的攻击手段完全不足以杀死他呀 在这儿吧 为什么你跑到那儿去了呀 这个互动做的时候有点呲啊 要点进这个绿色的宽里才行 那怪物正在退出 你成功了 勇敢的船长又一于岔和斧的机会了 可他仍于这次冒险转危为安 都怪我 他们的目标是我儿子艾瑞克 本次叫他结束 行 你治愈了西哥的狂猛症 那之后 他被送入疗养院 并数次恳求你救救艾瑞克 作为新人 你本次的行动相当出色 少女一路的那张纸条纱 只有奇怪符文 和一串坐标 这是幻蒙海的坐标 你的同事如是数 并且纷纷表达出浓烈的兴趣 这会是艾瑞克梦进的坐标吗 如果是 少女为什么要这么做 伟大的组织又是什么 或许 你该按照这个坐标 和你的同事去一探究竟 达成结局小事牛刀 行 辣手神探 啊 啊 他就是一个一个按照顺序的吗 或者说是后面不一样 就是这第一个入梦应该只是一个引子 几北再北 啊 其实我感觉现在也不好估计 如果我仅从这个序章上来评价的话 我估计卖30块钱 就是差不多 就是 我觉得顶天了 在我的预期里面 超过30块钱我就不会买了 但是后面的话 其实主要是看剧本吧 我觉得这个游戏 说实话 你看他那个画面呀 做的 一般 玩法 稍有心意 但 也 也怎么说呢 没到让我眼前一亮的那个地步 就是看他的剧本写得怎么样 因为你看前面这个说是20分钟的剧本吗 这是一个小引入 后面都是60分钟的剧本了 如果剧本的质量高的话 你按一个剧本 10块钱来算的话 是吧 5个剧本 就是50块钱 国产游戏加成 是吧 国产游戏 这个光环 卖到60到70 这就是我的估价了 不知道各位这个游戏 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然后这里面还有不同的调查员 他还有3D建模 是我是没想到的 虽然说确实这个场景里面 你是在用这个人物在走 但是就是还能查看这种大建模 我是觉得 在这种游戏 建模能精致到哪去呢 还能让我查看 你不怕这个 就是看 就是让我觉得这个建模粗糙吗 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技能啊 和属性值 然后还有一些 他的卡卡牌卡组 是吧 可以编辑这个默认卡组啥的 行 那这个游戏就是这样 你可以 这个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把你这个心理的预期呢 打到评论区 我到时候去这个steam上 看一下这个游戏的售价是多少 那么如果你想要这些视频的话 一定不要点关注 或者一键三连转发展的朋友 那么我是石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